冷战时期,苏联派特工在美国境内偷偷埋过核地雷。联邦德国也沿柏林墙沿线设置了一道总长约800公里的核地雷障碍带,引起各国军事家的极大震惊和关注。尽管冷战已结束多年,但核地雷的阴影并未散去。 尤其严重的是,战术核武器微型化及其运用的扩展为核武器的扩散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也为恐怖袭击提供了一种更加危险的手段。 核地雷构造很普通核地雷的外形很普通,没有固定的特殊形态,有的宛如行囊,有的橡皮箱。 其构造都由战斗部和成套组合件构成。战斗部装填不同当量的核装药。 成套组合件包括,发火装置,用于接受起爆地雷的信号,并将战斗部内的核装药引爆的装置,并拾器,用于选择装定地雷起爆的时间,保证准时启动发火装置。 防护包装套,用于保护设置在地上,水中的核地雷战斗部避免受压、受潮和受光、电、此等物理场变化的影响而损坏。 探读器,用于采取遥控起爆时,探读发火装置的有关数据,将各部分按设计要求用导线相连,便成为一枚核地雷。 核地雷的体积和重量都很小。 像美国研制的山脉型核地雷,爆炸威力为10吨TNT当量,其长度仅91厘米,直径38cm,重45.36公斤,一名士兵即可备运。 所以,核地雷的保管、运输和安放都比较简便。 核地雷在预有准备的条件下,一般10分钟之内,便可设置好一枚核地雷。 核地雷破坏巨大据军事家们评估。 核地雷在作战中的主要作用有以下几个方面,能以极少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构成难以克服的巨大炸坑,对部队激动起巨大组织作用。 据美国效应试验证明,一枚相当于1万吨TNT爆炸威力的核地雷在地面上爆炸时,能制造直径90米、深20米的大炸坑。 但是,炸坑大小不仅与核装药的当量有关,而且与地雷埋设的深度密切相关。 试验数据证明,一般核地雷的TNT当量增大10倍,炸坑尺寸约增大1倍。 若当量不变则在最佳埋身时炸坑最大。 埋得过深或过浅都会影响炸坑的大小。 核地雷爆炸还能造成大面积的放射性沾染区,防害部队的作战行动。 核地雷爆炸后,放射性物质90%以上留在土壤中及其炸坑附近。 5%以沉降物形式散落开来,构成沾染障碍区。 在风速为5米每秒的条件下,核地雷的放射性沉降物散落区长达14.5公里。 放射性沾染比克服炸坑更加困难。 乘坐车辆去克服这类障碍,至少要两昼夜。 核地雷还能以巨大的爆炸威力直接摧毁军事设施和兵器、装备。 杀伤有生力量。 据分析,一枚2000吨PNP当量的核地雷爆炸,可摧毁或杀伤180米距离内的坦克、260米距离内的装甲输送车、950米距离内的暴露人员。 当对方装甲部队沿三公里正面发起进攻时,仅一枚核地雷就可摧毁其12%的坦克、17%的装甲输送车。 核隐患与日剧增据美国国家防务杂志报道,美国自1955年开始研制核地雷,已经制造出从10吨至10万吨PNP当量的核地雷系列装备。 前苏联在这方面也不甘落后,它在一些大型的军事演习中,都十分重视运用核地雷的研究和训练。 尤其令人担心的是,尽管冷战已经过去,而核威胁却始终没有离开人间,而且核走私案件呈上升趋势。 据德国刑事调查处证实,各国查获的核走私案件,1991年为41起,1995年上升为241起。 这些数字还仅仅是这些犯罪事实的可见部分。 一些科学家和政治家警告说,这些走私的核材料和其他放射性材料很容易落入恐怖组织和接近核门槛的某些国家手中。 其后果不堪设想。 即使它们不被用来制造核武器,也会对人类的生命安全造成极大威胁。 为消除核走私及放射性材料被窃的威胁,各国政府正在联手加强防范措施和加大基斯力度。 但是要想真正令和威胁远离人类,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